中文字幕提供 《 戚戶疫苗症候群》 《 戚戶疫苗症候群》 《 戚戶疫苗症候群》 不好意思,我想打斷一下 因為剛才你用了名詞 《 戚戶疫苗症候群》 中國人你假定他是人質 慢慢愛上了綁匪 但是西方很多左翼朋友會說 人質是值得同情的 你又沒有能力逃脫綁匪 如果他亦被成為制裁的對象 就像是關於死亡 你覺得他們這個說法有沒有道理呢 你首先西方這些國家 你就不要想著 我要將它民主化 大哥 你將一個黑幫民主化 有沒有搞錯啊? 你完全策略上都已經錯誤 因為你對它理解錯了 你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保護自己 不要讓它滲透 你現在唱那支歌仔說 中共不代表中國 你這個說法的政策的涵意 是怎樣的? 舉個例子 你是否讓中國留學生來這裡讀你的高科技? 他是人民來的 如果你將它這樣做兩分 你就會制裁 所以拜登 最近他取消了限制 特朗普那時候也有這樣的限制 不讓你來讀STEM 後來拜登就取消了 他就是信了那套歌仔 這些留學生是人民來的 大哥 你看看這些留學生是不是人民來的? 他們去到哈佛 去到耶魯 動一點就跟你開片了 你說中國有什麼不妥呢? 他就砌你了 又說你種族歧視 什麼什麼之類的 是吧? 這些是什麼人來的? 大哥 這些所謂是中國的中產階級 為什麼中產階級不走向民主化呢? 為什麼? 西方的中產階級是民主化的很大的動力 為什麼中國有不同呢? 這個問題就是那幫西方 2016年、2017年轉軚那批中國通 是解決不了的 他說我們以前想幫中國發展經濟 幫助他 就是 是 引辱一個中產階級 從這個中產階級帶動中國民主 這種講法 那麼 去到2016年發覺不可以的 他有一個中產階級 但是不民主化的 是一個很保守 很支持共產黨的中產階級 為什麼? 沒有答案 大家看看為什麼 很容易理解 如果你看看中國歷史 這個中產階級在哪裡出生的? 在哪裡捐出來的? 喂 中國的中產階級已經在1949年死了 鬥臭鬥垮的了 小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了 就是 這個新的中產階級是哪裡來的? 就是鄧小平的政策那裡來的嘛 什麼政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嘛 喂 這個政策一出了之後 哪些人先富起來啊? 就是黨裡面最大膽 最把炮 最有本事 最不怕死的那批人嘛 出到來呢 就和一些他們的兄弟姊妹啊 或者那些親戚朋友 還留在黨裡面 還留在政府裡面的那些人 就拔貓尾 大家唯一唯一唯一售 盜取國家的資源等等 成立了一些公司 發大財 是敢得來的 中產階級嘛 好了 到了1989年的時候 很多人受不了他們這批人這麼貪腐 出來抗議 天安門事件 老等為了保護他 大大的這個中產階級 他殺學生 他殺工人都可以 你不要傷害到他這個中產階級 那些是賭野來的嘛 那些是最出名的 當時賭野 幫助了他們逃過一劫之後呢 這幫中產階級和他們的子弟 對黨啊 感激都來不及了 你叫它民主化 有沒有搞錯啊 這些就是外國那些不懂中國國情 亂說話那些人 炮製出來的一個理論 他以為西方是中產階級 就是帶出來的民主 中國就會一樣 全是錯誤的嘛 有這樣的中產階級 這麼強大的中產階級 是支持的 共產黨 你還說它會崩潰? 哈哈 沒有可能啦 所以在 如果我們一個簡單的結論 你討論了中國的未來的現狀就是這樣 那他確實是有些人民支持 也都很懂得走位 有權術 只是僱著利益 所以沒有什麼底線 沒有什麼原則 那你覺得他有沒有終結的一日呢? 當然有啦 就是 萬物都有始有終 但是你要看歷史嘛 它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 什麼歷史呢? 別的不說 我只是看幫會的歷史 幫會由漢朝的時候出現 宋朝的時候達到高峰 有水庫轉等等 替他茶枝當粉 美化他 一到清朝的時候 哇!這幾個很重要啊 是吧? 民國的革命是要靠它 共產黨的革命要靠它 是吧? 雖然說 1949年之後 宣布取消 但是取消得來 他們那些黨員 他們那些幫會的成員 就會消失 然後就變身 變身什麼? 變身共產黨員 就再發過一次財 再興旺一次 歷史上都是這樣的嘛 你打散了那些百年教啊 打散了那些人 那些人去了哪裡? 什麼意思啊? 就去了那些 那些商軍、淮軍 那些地方啊 他們搖身一旁 又成為政府軍啊 是吧? 就是這樣而已嘛 現在 你說那些黑幫沒有了? 不是啊 黑幫在黨裡面 非常之安全啊 他們有一大批 在1949年的時候入黨的 為什麼有一大批呢? 就是當時毛要找一些人去鬥地主 大佬 最好勇敢鬥地主 就是這批人 低下階層出身 就是沒有飯吃 很多年是被地主壓迫 但是就要找他們出來 去鬥地主嘛 哇 這批人鬥了地主之後呢 就是對共產黨立了功呢 他們就成為黨員 就一直扶搖直上的嘛 這批這樣的三三五惡的人 到了七八年鄧小平說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哪些人敢死出來 做第一批自滿家 你不看過中國共產黨 就是批那些資本 走資派批得多厲害嗎? 你夠膽出來 就是吃頭淡湯 你是什麼人來的? 就是這批人了 是不是? 所以他的生命力很強啊 你看看幾千年來的黑幫 都沒有消滅過的 你中國共產黨 就是一個這樣的 性質的組織嘛 怎麼會這麼容易消滅呢? 是吧? 你就算看他OK 你不要說他組織 你說他建立的皇朝 是吧? 東漢 就是兩三八年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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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 又是兩三八年 是吧? 就是共產黨都已經一百年了 他那個壽命可以很長的 因為他不是一個正常的組織 他是一個 就是黑幫性質的組織 所以你的結論 比如說教大家 先假定這個組織會長存 或者可見將來就會繼續存在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因為他會 很長的時間都在 就不如想想在他在這的時候可以做什麼 而不是讓他消失 也都相信現在西方做的所有動作都不會讓他消失 這幾個就是剛才我們大概聽到的一些初步結論 可以這樣說嗎? 是啊 這個 其實很緊迫的 你流亡界裏面 我都說過 你不成事的話 一代人就消失了 25年就消失了 所以 大家如果 仍然有 有個信念說要去光復的話 第一要長遠 未必你看得到 但是你要去做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緊迫性就是在那裡 如果不是他很有生命力的 他好碰的 就要看我們這批人 特別是我們 就是醒覺了這批人 就是 把那個訊息要帶出去 就是 所以我是 其實我是很 很心急的 你看我最近這本書的 那個罪言裡面 就是 我用了 回天 這個 這個詞語 回天 就是你要想改變那個天道 你要出多大力 以前 長毛經常說一句 有心殺殺無力回天 你覺得現在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結論 回天的可能性有多大 你不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你一問 你就不會去做 你不要問這個問題 沒有人答得到你的 只能夠說很困難 很困難 不是都不會用回天這兩個字 是嗎 所以我想大家 開始得到一個訊息 我想你要多說一些 因為很多時候 剛才你說 特別是後半段 很多朋友 都需要時間消化的 例如我們讀書 學院派 中產階 吸收進民主 是一個 近乎是 introduction 這樣的東西 很厲害 一般受這套教育 都會假定這個是真的 要去Dismiss 這個 都已經要很多 很多功夫 所以我想有機會 請你多多分享 這一方面 你的insights 我們 先 大概講到這裡 希望多些朋友 可以看你這本書 我們下次再談 多謝年了 好 我們下次再談 多謝 謝謝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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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